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前面用了 不计其数的章节 咱们介绍了什么 运算符对不对 那这一节呢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这节课呢 讲一下 PRP语言中 也是其他语言中 最重要最重要的 一个环节 流程控制 流程控制呢 应该说是语言的一个核心 非常重要的核心 只要有流程控制 有流程控制 就可以形成语言 都可以这么说 听着吧 所以呢 称为一门语言 什么都称为一门语言 只要有变料 有预算符 有流程控制 有函数 其中流程控制 又是最重要的 只要有这些 就可以称为上一门语言 听着吧 所以呢 流程控制是任何语言里边 必不可少的东西 少了它 一般都一般不饿 听着吧 但流程控制 又不是那么难的 听着吧 那什么是流程控制呢 比如说 假设 妹子 你天天 你可以描述一下 你天天上班或者上学的一个过程吗 行 还是我给你描述吧 因为我对你太了解了 来 我们打开程序 看到妹子每天都干嘛 大家想了解妹子 可以跟我说 比如说 咱们说 每天的事 第一件事 就是早上 你肯定得什么 肯定得八点起床 对吧 也太懒了 我一般都六点起床 我不信 八点起床 床也打不来了 第一个 比如说 八点 起床 这是第一件事 对不对 然后第二件事 起床之后 是得上厕所 这事我不知道我猜的 上厕所 对吧 去哪厕所 去你厕所 没说一件 就一个 然后第三个 应该什么 洗漱 对不对 洗漱 洗漱 漱 应该漱 对不对 对 对 我用无比大 我无比比较好 洗漱 素 素应该是素 这个第二个吗 这个吗 嗯 写素 对吧 然后 第四点 这就那样吧 对 这就是洗漱 我的素了 妹子就是用 这种方式去洗漱 第四个 是干嘛呀 第一个 到起床第二天 到起床第二天 到起床 然后吃早饭呢 对不对 你早上吃饭吗 对不对 据我了解 你早上是吃饭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做成员的 早上要吃饭 不然的话对身体不好 吃早饭 然后第五个 对 坐车 对吧 然后第六个 然后到公司 具体工作的那种 就不行了 对不对 到公司 第七个 怎么了 中午 这是工作吧 咱得说工作 公公总等着下根 给大家演成一个坏的习惯 这就保证了 第八个 第八个 那直接到晚上行吗 嗯 然后妹子是晚上 吃饭 吃饭 然后妹子有个习惯 吃完饭就睡觉 睡 不回去 对 回去 回家 然后第十个 吃完饭回家 还是回家吃饭 吃完饭回家 然后回家就睡觉 对吧 那这就是妹子 每天的生活 嗯 那这个呢 从第一条到第十条 这就是一个程序 对吧 这就是一个程序 那如果妹子 每天都这么执行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顺势结果 从上往下执行 对不对 但是程序呢 没有很少有这么顺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是有的 对不对 大部分也是这样的 但是呢 经常会有一些什么的 小的一些意外 对对吧 比如说 咱们从坐车这开始吧 对不对 第五个坐车 对不对 对 就判断了 如果 妹子 怎么的 在 车上 看到 一个 我不提着都知道 妹子都自己说了 帅哥 是不是天天听这边看的 对 看到一个什么 看到一个帅哥 对吧 对 对 都过烂了 再 如果 看到一个帅哥 不一定 对不对 对 那再如果 干嘛呀 帅哥过来搭讪 是你跟他搭讪 还是他跟你搭讪呢 我一般经济下 都是帅哥跟我搭讪 我怎么能那么主动呢 记住了 妹子 假如你是帅哥 只要你搭讪 妹子 可以说两句 那如果帅哥 怎么的 过来 对吧 搭 善 搭认 搭认 不是过来搬个庙 搭认 搭认 我这个不太好使 搭认 认为搭认 认为搭认 提手搭认 搭认 哪有听手搭认 搭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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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子 搭认 这个对吧 如果帅哥过来搭讪 然后再如果 不是发我 那 再如果 怎么的 聊得好一点 对吧 那就有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 怎么的 对 坐过站了 坐过站了 对不对 那坐过站了 那索性怎么的 就不回去了 怎么的 然后 一起去 吃饭 对 都吃过饭了 你看这个又怎么的 又吃饭 挺熟啊 还值得吃上饭怎么的 吃饭 看电影 对吧 看电影 然后呢 直接在这会儿就回家了 对吧 各回各家 就回家了 然后 第二天又约好了 又出去干嘛呀 又出去吃饭 不上饭了 就摔鸭了 上下饭了 然后又看电影 又看电影 对不对 然后 又回家 对 再回家 看到了吗 然后 天天这套一个套路 看 对吧 一样的代表 看到了吗 然后最后 不能总吃饭的 都有个结果 对不对 然后最后结果就是 做了家庭主婦 结婚 还不要你结婚 我已经结不成了 对不对 结婚 生子 对吧 天天就是什么 然后就这样 收拾屋子做饭 收拾屋子做饭 然后看孩子 我就解写了 这个现在 键盘不怎么好使 打字不太好 出来 看一下 所以呢 原来明明是 很规律的生活 对不对 被一个帅哥给打乱了 对不对 那就有其他不同的结果 对不对 而在其他不同的结果里边 怎么的 还会有一些什么 不同的事情发生 那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 突然看那些感情片 对不对 那感觉什么 觉得我俩过渴 又分手了 然后又回来 重新工作 又干嘛干嘛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有很多情况 那这就是程序的一些流程 发生了改变 对不对 那这个流程的一些变化 就得用流程的方式去控制 听到吧 那像如果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什么 分支结构 根据情况 我到哪去 比如说明明坐车 做的挺好的 对不对 对吧 那如果遇到帅哥 就坐过站了 对不对 那这就是分支结构 那像这个 吃饭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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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这就是一个什么 每天反复做的 这可能什么 循环结构 对吧 然后还比如说 收拾屋子做饭 看孩子 收拾屋子做饭看孩子 对吧 当然也有个头 你要是走这样的话 一辈子的话 那就是个死循环了 到死就干那些活 觉得遇到帅哥 是个危险的地方 所以找对象 应该找我这样 对吧 所以这块 为了大概了解一下 什么是流程控制了 你想想 如果程序里边 没有流程控制 没有流程控制 会发生什么情况 谁都会写程序了 对不对 只要你想把这个事 分成几步 一步一步一步 你写不就完了 对不对 最主要的 你想写出逻辑来 就是这种不停的判断 不停的循环 对吧 所以呢 程序 一共有什么 有三种结构 一种就是碎语结构 什么顺序结构呢 就是这个 什么 第一条到第十条 从上往下执行 没遇到任何情况 对不对 这就是顺序结构 那 咱们PSP脚本式的 也没有什么 主入口函数 也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从上第一条代码 执行到最后一条代码 就什么 这就是一个顺序 所以呢 咱现在为止 顺序结构就讲了 了解什么顺序结构了吧 程序从脚本的第一条代码 执行到最后条件码 这个顺序就叫顺序结构 OK 那程序一共有三种结构 顺序结构没什么好说 对不对 第二种就是分支结构 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 我到哪去 对吧 遇到帅哥 有可能就被帅哥领跑了 对吧 我才遇到这好事呢 我坐那么多位车 也没看那个美女跟我搭车 所以呢 我就不会遇到分支结构 对吧 比较安全 所以找我这样的比较安全 那分支结构 这个是根据不同情况到不同的去向 对不对 第二种结构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咱们程序里边会经常遇到同一个功能 反复执行反复执行 对不对 像什么 吃饭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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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比较重复的动作 那你没有必要 像刚才那种方式的 像这样 一直写 对不对 只要我用循环 对不对 比如说 那个帅哥有计划 只要吃饭看电影 一个月 30天 对不对 我就能把妹子搞定 对吧 所以他循环了34 对不对 到34 到 第30天的时候 如果没搞定 那就 或下一站 对 或下一站 对吧 那个帅哥还会去坐过 坐过鸟车 对不对 妹子在喝什么 是吧 所以呢 这些就是循环结构 从代码反复执行 没有必要写多次 听懂吗 只要写一次 你定个循环多少次就OK了 对吧 所以程序的结构 就这三周 顺域结构 从上到下执行 分支结构 遇到不同的地方 到不同的地步执行 循环结构 就是什么 代码反复执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解程序执行 这是经 这是什么 程序的核心 所以呢 一定要理解这个程序的 什么流程控制结构的 这一个 一个概念 对不对 所以呢 看一句话 咱们的课件里边怎么写的 任何执行 都是由一系列的语句过程 对不对 一条语句可以是一个复制 语句 一个函数 一个循环 甚至一个生重做的扣语句 对不对 此外还可以用 刮靠 将一组 语句 封销的一组 对不对 这都后期咱们介绍的 那下面这句 在任何一门语言中 都需要支持的语言结构 都是这三种 听懂吗 只是每一种都有动作用 计划 但顺域结构 税域结构在承语中最基本就是 税域结构 对不对 所以咱们这是一个流程控制的一开始 那么咱们从下几个开始 税域结构 既然就是很简单 从上往下执行 咱就不必多介绍人家 那下期开始 咱们就开始介绍什么 从分支节奏开始介绍起来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见到这里边 再见 咱们都不会说 我或者说 咱们都不会说 我不要说 我�主要是 如果不计划 我能够计划 咱们都不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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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的 这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